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咱们来看一下专家给咱们的解答 尽管奥密克戎传染性很强 感染以后大部分是自限的 致病率或者是严重程度比较低 但是我们不主张或者不建议故意去感染 专家表示青年群体也不能放松对奥密克戎的防护 更不能认为感染奥密克戎相当于接种了疫苗 此外对于发热的婴儿 专家表示不能用武汉的物理降温方式帮助退热 如果我们给这些孩子穿得过多或者是盖得过多 那么就让他没有办法经过皮肤去散热 在午热的情况下 他的体温可能越来越高 可能会出现呼吸衰竭脱水 神经系统损伤等等这些严重的并发症 甚至有生命危险 除了早阳早好 还有的伙伴说想找个不那么严重的毒株感染一下的 这些个方法 这想法本身就是不对的 因为每个毒株在个人的这个机体之内反映出来的情况不一样 你看他症状好像轻 但同样的病毒要到你身上就不一定哪个事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 能挽扬咱还是挽扬 能不扬咱还是不扬 也别总患扬症折磨自己和家人 健健康康才最好的 我看有的伙伴一脸憔悴 双眼无神 手里边拿个抢刀要去做饭去 不用问了 这个造型一看呢 就是天选做饭人吧 最近呢 不少人都说这个新冠病毒还挺人性化的 虽然很多人都感染了 都痒了 但是啊 给你按照一家一家人的这么看啊 每家人给你留一个健康的 不养的 能干活的 因为这个人呢 得负责照顾家里边其他的小洋人 什么端茶倒水送饭送菜的 所以这个人被称为叫天选做饭人 当然了 这个不是绝对的啊 这个东西都是相对的 也可能啊 这一家子有先发病的 有后发病的 有个时间差呗 家里边人口少的 也还凑合 这要赶上家里人口多 啊 五六口人 就留一个伺候群的 那正经挺累 不过吧 凡事也得看人 有的人就特别会安排 你看 河南许昌 有这么一位男伙伴 那简直就是统筹界的一朵旗帕 咋想出来的呢 他在家里边整了一台啊 叫号机 他上银行都看过啊 就跟银行的一样 哎 你 站在大堂 你就总能听了吧 那就急性跟他喊 叮咚 三十五号 顾客 请到二号柜台 办理业务 是吧 他给家里边 整一个正儿啊 主要是啊 家里他得病的几个人 嗓子都不太行 躺在屋里都喊 喊不出来动静 用微信沟通 还挺费劲 万一要没听着手机呢 这病号的需求 要被忽略了 也不好 是吧 干脆吧 就来了这么一个 叫号机 都方便 完了呢 他给家里边需要隔离的 每个人都编上号 哎 二号屋 是老婆孩 三号屋 是老妈 四号屋 是老爸 他自己呢 哎呀 客厅里一呆 这客厅就属于是 办事服务大厅 哎 你就听吧 这叫号机 一会儿 叮咚 四号 加水 嗯 啊 明白了 我爸那个杯里的缺水了 赶紧去 给加水 开门 送进去 关门 喷酒精 消毒 这都一系列的操作的啊 刚坐到沙发上 屁股没坐热乎呢 叫号机又响了 这回是二号 叮咚 二号 点单 要点单 啊 这是媳妇孩子饿了呗 拿起对讲机 二号二号 吃点啥啊 二号个屋里回来 哎呀 嘴里没味啊 想吃点辣的 那说我也没味 二号屋里不俩人的嘛 我要鱼香肉丝 那说我想吃酸菜鱼 喝不饭 你再给我拿点橙子进来 旁边人家说 我还要苹果 另外我这杯里没水了 还给我加点水 嘎 对讲机扔了 嗯 要求那么多的 一句一句的 都记不住 最后没办法 还得站起来 走向厨房啊 行吧 看在你们都养了的份上 要求一一都给你们满足 我瞅着二号屋这要求 能吃能喝的 基本也快好了 你这也算 伺候也快到头了 嗯 不错了 起码比那黑龙江 这男伙伴想 这个 是说啥 真是不想伺候 急眼了 这家啊 人还不多 少的 一家三口 娘俩羊了 剩下这么一位男伙伴 本来他以为呀 媳妇孩子都病那样了 喝点汁乌茶就得了呗 结果这娘俩啊 一会儿要吃这个 一会儿要吃那个 大的要水果 小的要果冻 一会儿要煮罐头 两会儿又要小劲炖蘑菇 哎呀 一会儿这个要 一会儿那个要 这个要苦了 那个要变闷了 谁跟这男伙伴 长得脑瓜子大了 哎呀 最后不行了 撂挑子了 我可不想再伺候您俩了 您俩也太难伺候了 赶紧去吧 您俩把这病传染给我得了 我伺候不起了 行吗 这是伺候不起 就要加入啊 但是你看 有的时候 偏偏就剩那一个 说啥他就不痒 他也不得病 你说气不气人吧 各位家里边的天选做饭人啊 咱们再坚持坚持 关键时刻 别撂挑子 是吧 那一家老小的 都指着你 关键时刻 得冲着上去 是吧 各位已经病着的 咱也低调点 咱也别这个 士病而骄 是吧 我怕等你仿过劲来以后 等你好了 在伺候他的时候 他猛劲折腾你 那不也够你一枪吗 家里边能有一个天选 做饭人的 那都不错了 你们想不想过 万一天选那个人 不会做饭 怎么着 没有吗 你别不信 还真有 广州 有一家 这个最绝 大人全感染了 全家唯一一个健康的 是个五岁的小姑娘 那家 全家七口人 全都在各自屋里头待着 五岁的孩子 你说做饭 那肯定不行啊 他不会做啊 大人点外卖 到了孩子给接收 接收完了以后呢 挨屋给敲门 老 你面条到了 妈 你麻辣汤来了 偶尔还得给自己 那个小弟弟 还得扒点水果吃 哎呦我的妈 这孩子太厉害了 我的伙伴们 你们家里边 天天天选做饭的是谁啊 啊 给你们伺候的都怎么样 天选做饭本人 也可以来说说 是吧 你们家里边的患者们 都好不好伺候 微信平台 可以给咱们讲一讲 等你们啊 2023年上半年 女兵应征报名工作 将要在2023年1月1号开始 纵横沙场 仗剑长空 驰骋深蓝 如果你也想成为一名 英姿飒爽的女兵 可以登陆全国征兵网 了解详细的情况 行动不如行动 火热军营等着你加入 安山贴司令总经理韩平 辽宁国大为康 总经理李湘明 班冬本室新药特药 总经理张影 阳光大药房 总经理刘卓 天口康志越大药房 总经理舒畅 辽宁四康大药房 总经理马登里 德泰大药房 总经理刘雪雷 葫芦岛东安堂 总经理李琴雷 纳飞城副总经理李秀芳 阳潭药房 运营经理李智杰 草阳新青年 选民自新来 养生堂新青年体能挑战赛 邀你来运的战 养生堂新青年挑战赛开始了 即日期至12月20号 在直决连锁 和敏会参与养生堂新青年体能挑战赛 与运动魔镜同台俊俊 还可赢取价值3799元运动魔镜 朝养新青年 全民一起来 加油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积极进取挑战自我 你就是新青年 自信乐观勇往直前 你就是新青年 坚持运动健康远时 你就是新青年 健康生活新面貌 你就是新青年 德才尽力智勇收拳 你就是新青年 勇于敬起开透烫心 你就是新青年 坚密无鱼 最强必须 你就是新青年 心心宽广勇敢坚强 你就是新青年 弃耳不舍斗势昂扬 你就是新青年 充慧好时 乐善好时 你就是新青年 乐观生活 贵乐极求 你就是新青年 挑战极限 超越自我 你就是新青年 追求乐观 坚持不懈 你就是新青年 坚持自律向上 你就是新青年 坚持自律向上 你就是新青年 坚持自律向上 近期各地有不少的 新冠病毒感染者 症状逐渐消失了 抗原检测也转阴了 进入到康复阶段 那么针对这些 新冠病毒感染者 居家康复之后的 解除隔离 还要解除正常 这个恢复正常生活 防港复工 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 需要满足哪些标准呢 咱们一起来看看 目前执行的 应该是咱们 这个新冠诊疗方案 第九版 那么它要求是 第一体温正常 三天以上 第二我们的症状 基本消失 或者是明显好转了 第三呢 像有肺炎的这些 我们要在复查CT的时候 显示这个肺炎 已经明显吸收了 第四个就是 连续两天的核酸检测 阴性 或者是CT值 大于等于35 或者是说 我们已经三次抗原阴性了 那么都可以达到 说是治愈的标准了 在第九版的方案里面 它没有抗原的标准 因为现在很多地方 不做核酸检测了 我们认为 三次的抗原 可以代替两次的核酸检测 那么这个是一个金雕轮 既自己身体也康复了 也确实是没有传染性了 对周围人 没有这个传染的威胁了 这个是一个 我们临床医学上的 这个金标准 现在还有一种说法 称感染新冠之后 不能洗澡 甚至还说 即使转阴之后 一段时间内也不能洗澡 这种说法科学吗 这个没有科学道理 我们说你会不会 激发一个新的感染 或者说你这个病程 有多长 它不会受洗澡的影响的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 有些人他这个发烧 身体疲倦 肌肉酸痛 他这个很虚 他洗澡的时候 有可能会跌倒 我们的身体 其实和平时状态不太一样 洗澡一定要时间短 时间长了 可能还会更劳累 有跌倒 滑倒的风险 尤其是老年人 他自己对自己的身体状况 可能不是很了解 最好是我们有监护人 在场 能时刻观察的时候 再洗澡 洗澡不会让我们的病程延长的 也不会说增加感染 其他疾病的风险 大家不用担心 该洗澡 还是可以洗澡的 就注意时间 注意自己的体力 随着疫情防控 政策不断优化 调整 不少地区 这个一药难求的局面 正在得到缓解 全国不少的地方 开始大量向市场上投放退烧药 满足市民的用药需求 在湖北武汉 12月17号起 每天都有300万片布洛芬 供应到医疗机构 及零售药店 16号50万片 17号60万片 两天时间 山东济南紧急调配的 110万片布洛芬 投放到基层诊所和药店 等关键环节 从19号起 江苏南京 每天持续向市民 投放烧药200万片 由零售药店 统一拆零销售 每个顾客限6例 可以刷一保卡购买 家人有人发烧 早上买菜 我看到说有药 我就过来排了 6颗 多少钱 3块7 凌晨5点半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药店 都拿到了这批 对应的退热的药品 那么我们药店 也做好了相应的 拆零的准备的工作 那么在今天上午开始 每人凭身份证 限购6例的方式 来进行销售 也希望我们广大的市民 不要囤积 合理购买 据了解 在向药店 投放退热药品的同时 南京市还向全市 57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供货布洛芬 美林 双路分酸钠 对乙鲜氨基分等 32个品规的重点药品 这段时间 我不知道大伙有上医院去的 有的伙伴反映去医院看病 排队等待的时间 比以前要长了 尤其是老年人 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 急需有效的医疗救助 等等这些问题 关于大伙关心的这些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邀请了有关专家 针对老年人 等等重点人群 医疗救治问题 做出了解答 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 佟钊辉介绍 以北京朝阳医院为例 目前每天急诊 就诊人数在500人左右 发热门诊在350人左右 并没有超过2009年时 由于流感急诊每天600至700人 发热门诊600多人的接诊量 对患者结构进行分析后发现 老年人 特别是高龄有基础疾病的 老年患者占大多数 大部分还是老年 就是高龄的 有基础疾病的 而且重的呢 其实也是表现为高龄 和他的基础疾病的家众 比方说我们呼吸道病人多 寒冷嘛 因为最近北京天气比较冷 然后呢 慢行呼吸道疾病的加重 包括 朝凉感冒发烧 也可能重递在一起 然后就是像心血管 脑血管 这些病也是冬季发病高 所以说 把这个新冠也好 朝凉感冒也好 包括冬季病人本身就比 这个其他的季节要多 就混在一起 所以说这个病人的结构 就显得这个 这个比例 包括这个比例的重症会多一些 据佟昭辉介绍 相较老年人感染新冠病毒 轻壮年患者通常七至十天就可康复 在医院急诊中 绝大多数是患有基础疾病的老年患者 医生在对老年人的诊疗过程 要比轻壮年患者时间长 也是造成目前患者等候时间较长的主要因素 在这里也呼吁一下 我们各大综合医院也好 包括我们轻壮年发发烧 有些呼吸道的症状 还是基本上自己对症处理 在家休息休息 多喝水 多睡觉 加强营养 应该说还是可以恢复的 绝大多数 那么把医院的急诊和发烧门的资源 留给老人 留给那些基础疾病需要看的人 因为他们更需要到医院去做检查 做进一步的诊治 感染新冠之后 有一些个人会出现嗅觉减退 绝大多数的人 可以在一到两周之内 能够慢慢恢复 这期间呢 能够多闻一闻 这个强烈的气味这种 可以锻炼你的嗅觉 有的伙伴不知道 这嗅觉还能锻炼 有一项针对140名 这个嗅觉丧失患者研究发现了 说连续两个月 每天至少两次吧 闻至少四种气体气味 这个气味啥呢 比如说包括柠檬味 还有玫瑰这个味 还有鞍树的味 这些东西 可以显著地改善 这个受试者的这种嗅觉 研究人员还表示说 如果没有这些 常见的气味 浓烈的一些香料 也都可以试一试 一分一秒 铭记着奋斗的激情 一时一刻 写就了坚持的热情 日历翻越间 时光在奔忙中流逝 四季更迭中 梦想在追逐中启航 一条精彩视频 一场鲜活报道 和你分享生活中的大事小情 你为生活 总有无奈和忽舍 依旧向上 我守护你 总有感动和难忘 常在路上 好身体是基础 好心情是幸福 你的生活里偶尔有我 我的岁月里全都是你 坚守信念责任 何惧雨雪风霜 肩负使命担当 更应出力图强 新闻有力量 生活有希望 关注热点话题 解决生活难题 感受时代的脉络 捕捉烟火的清香 共住内心的温暖与美好 日子天天过 天天都有乐 岁月成星 美好常在 2023 看见更美的都市 遇见更好的自己 都市频道 2023年的新年台力 在火爆的派送中 密切关注我们各档节目 我这今儿冷不丁 我一看日历 我这妈呀 这眼瞅子就进腊月了 就是我说农历啊 本来觉得三十还挺远的 你看啊 这一说腊月 马上就感觉要过年了 是不是啊 一进腊月就离年不远了吗 是不是有 已经有的伙伴 有的回家了 是吧 还有的伙伴没回家 也在筹划当中了 是吧 你看小允子 他现在有点害怕了 还能为啥呀 又过了一年 还是个单身 这我跟你说 妥妥的大龄啊 不是无言面对爹吗 他自己感觉还行 不着急 主要就是 主要就是爹妈着急 是吧 这玩意儿你这 这是怎么沟通 也好像达不成共识 因为站的角度不一样 不知道今年过年 等待他 这得是几场相亲 咋说呢 哎呀 哥行动上 已经帮不上你了 但是可以在精神上 支持你 最起码跟你 相同经历的 还大有人在 不要气馁 这吧 十四号那天 安徽复阳 有这么个女伙伴 他就是提前回老家了 就等着过年了 他以为呢 可以跟父母 多一些时间相处 是吧 一家人其乐融融 结果呀 跟他想的不太一样 回家刚第三天 妈妈就按捺不住了 一大早上给他拿了 一达钱 给这女伙伴也造愣了 怎么回事 啥意思 给我一家岁钱啊 我都三十一了 不要了 他妈马上说了 你还知道你三十一了 好意思说吗 这钱给你 赶紧的 你出去买几套 好看的衣服啊 完了你别着急回来 多在外边晃一晃一 你知道那个 十里八村的 那些媒婆阿姨们 都知道你回来了 穿力队呢 这得给当妈 这急成啥样吧 你说 关键是这女伙伴 还没听话 天太冷了 她没出去 完了这一下 到了晚上 情况变化了 早上给钱的 那个苦口婆心 慈眉上墨的母亲 变脸了 表情也严肃了 语言也犀利了 你说你都这么大了 自己不到上火呀 自己还不想有办法 你说你一天天 你在家这么一窝 你啥人都找到对象呢 你就得出去 多听多看看 让我跟你爹 少上点火吧 行吗 我求你了 这女伙伴啊 都有点慌张了 一算 我这才回来第三天呢 这气氛就这样了 感觉那下一步 我就离挨揍不远了 你要不回家这么早啊 我看上班也挺好 不过这晚上也是 你也应该理解你妈妈 这晚上都说她着急 有比她还着急的 咱再往前倒啊 12月10号 河南新乡有个小伙儿 大学还没毕业呢 就是单纯的放寒假 回家 她妈就提出要求来了 给她一个艰巨的任务 要求她跟村里的大妈们 搞好关系 这小伙儿呢 不得不服从命令啊 乖乖听话 拿着一大袋花生 就出发了 哎呀 大爷 我回来了 吃花生 我快毕业了 是 你身体挺好啊 哎呀 六婶儿嘛 来来来 没干什么 哎呀 我烫头了 放假回来 吃花生来 吃花生 哎 你看我那个小哥咋样 啥时候回来呀 哎呀 就散旧嘛 哎呀 听说你当爷爷了 哎呀 你看你 越来越精神 给吃花生 吃花生 气氛非常融洽 能看出来 这小伙儿也是 射牛一枚啊 为什么这么说 有目的啊 他妈跟他说了 就得跟村里 这些个大妈们 搞好关系 这样的话 你到时候毕业了 他们能给你 接受对象 你看有没有 下手太早了 未雨绸缪啊 这提前量打的 不过确实也有道理 你看 这小伙儿 这么有眼的见 是吧 哎 见人都会说话 你说不定 哪大妈们就 这个心给你 物色一个优秀的 就告诉你 哎 这你别小瞧大妈 这袋花生 你送的直啊 玩笑是玩笑啊 其实对于催婚 这个事 既然不可避免的 要被催 那咱们就得 调整心态呗 但毕竟咱说 爹妈也不能害咱们 只不过是 他们的方法 有时候 咱们接受不了 那咱也别对着干 是吧 适当的时候呢 咱们还可以 幽默地回应吗 换一种方式 是吧 有的伙伴说了 有那么一个伙伴啊 长辈 催我表姐找男朋友 她说 我表姐说了 说这个世界上 我只对一个男人感兴趣 这话一说完 大伙大气都不敢喘了 就等着 谁呀 初恋情人啊 还是大学哪个同学呀 哪个男的呀 结果一等了半天 人说了 这个人就是财神爷 确实啊 不光女的 哪个人都是一样啊 都对这个人心动 谁也不会 拒他于门外 是吧 各位年轻的伙伴们啊 刚才当大哥的吧 嘱咐一句 快过节了 不管是回家也好 什么跟父母家的人在一块 有啥话好好说 也不用害怕被催婚 催就催呗 咱们把心里真实想法 可以说出来 让他们放心 你现在的生活还不错 也许他就不那么焦虑了 或者说我错过几个 没成就没告诉你 这都行 你不能说 人那边一说 你就马上哭啷了 抵触 反对的情绪特别强烈 那也不行 关键得再沟通 再一个呢 各位当父母的 还得咱两头说啊 孩子都已经长那么大了 知道该怎么去生活 知道他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咱们一味的催呀 很有可能还适得其反 激发他的逆反心理 咱不如放手不管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回到家就乐乐呵呵的 你等到缘分来了 人家自然就找到另一半 那的拦都拦不住的 是吧 所以还是那句话 大过年的 别给自己找不痛快 是吧 一家人乐乐呵呵 高高兴兴的 多好 行了 伙伴们也来说说 你们准备好 过年被催婚吧 我跟你说 年轻的伙伴们 做好这心态 调整好 催就催 是吧 各位老伙伴们也是 孩子们对现在 你们着急不 着急的时候咋办 听小刚的憋着 你别来催 行了 微信平台来 咱都落落 哎呀 说天气了 暑酒寒天 这马上就来了 意味着龙冬时节 就来临了 这小北风啊 嗖嗖嗖一挂 小刀刮脸也嗖嗖嗖 你看这几天这小刀 挺忙啊 这小刀 一会儿拉嗓子 一会儿刮咱脸巴子 好在明后天呢 到周六周日了 上班族呢 能在家猫个东 未来两天休息日 气温怎么样 还下不下雪 赶紧的让小北 给咱们详细说说 晚上好 欢迎来到都市气象站 我是小北 今天呢 依旧是受寒潮影响的一天啊 像今天的白天的时段呢 省的是寒意十足的 早间更是达到了 本轮降温的一个低谷 感觉上呢 进入到冬至节气之后 确实体感上的寒冷 好像又升了一击啊 像现在说 整体上的寒意呢 我觉得跟白天是差不了太多的 裸露在外面的皮肤 都会有特别明显那种刺痛的感觉 即便是没有风吹过 还是会瑟瑟发抖的 像其实像现在呢 室外出行的人并不是很多 但是我站在外面会发现 每一个路过的人 都是把自己捂得非常的严实的 所以各位出行呢 保暖还是非常的关键的 明天呢 咱们省内大部分城市的阳光 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同时呢 冷空气会开始减弱 那气温呢 就会有所回升了 升温过后呢 明天白天 咱们全省的最高气温 还是只有零下的 6度到零度之间 早间呢 最低气温呢 大多也都是在零下 10度上下的 其实如果相较于 这两天来说的话 体感上确实是有所转暖 但是明天的北风 依旧吹得非常的认真 全省的风力呢 普遍是可以达到 5到6级的 阵风肯定要更大上一些 这么大的风吹过 一瞬间 大家就瞬间就开始透心凉了 会觉得寒意十足的 体感温度下降的速度呢 会非常的快 那周日的时段呢 整体上的天气情况 跟明天是差不太多的 全省气温是持续低位运行 还有北风助阵 所以这两天呢 有出行需求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把自己舞得 严严实实的 穿得暖暖和和的 那目前出来的情况 就是这些了 来看一下各地详细的 城市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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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都市气象战 只守四季 一枝冷暖 咱们还得跟大伙展示一下的 咱们这个都市频道新年的台历 明年1月1号开始 咱们节目里边 开始给大家伙秒杀这本台历 数量有限 看到时候谁眼急手快 猪大伙好运气好手气 下面问问大伙 今天这个外边怎么样 小枫 给力包 体重轻的伙伴 有没有要被吹跑的感觉 这老话说忽冷忽热爱感冒 这话一点不假 咱们这个保暖工作必须做好了 吃的会儿的 整点热乎水喝的 就挺郁传 最近一直跟大伙捣鼓这个净水器 不知道大家伙安上没安上 你就说怎么样吧 安完了以后 过滤那么一下 是不是感觉还挺好 水是生命的源泉 不管你是喝水啊 还是做饭 干啥都离不开 你要是说一打开水龙头 直接就可以喝 铁锈泥沙都没了 水垢也没了 是不是觉得这小日子过得越来越开心 今天呢给大家伙送出这个福利 还是一分钱不花 免费试用15天的沃克净水器 安装费零件费一概都不收钱 安上以后大伙你就可劲用 做饭呢洗菜呀泡茶呀 你看看净化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看看是不是水垢杂质都去掉了 放心喝水也不用烧了啊 现在下单就能够享受福利价格 总价2588 可以分着给一个月199块钱 13个月付清就可以了 今天订购就送大伙价值1380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 有了这个速热机呀 要想喝热乎水再也不用准备烧水壶了 只需要一步一点热乎水马上就出来 两秒钟炙热四档智能温控 在今天节目时间内下单的话 花平时一样的钱就能够把净水器和速热机 这俩大件都带回家 家里头还没有净水器的 还想喝热乎水的伙伴们啊 别等了赶紧记好电话 400-024-3588 400-024-3588 哎呀刚才看了一眼日历哈 今天已经进腊月了腊月初一了哈 新的一年马上来 新一年准备自己创业大干一场的伙伴们有没有 肯定有啊 来吧 下边这条新闻一定好好看一看 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要求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 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近期各地各部门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等重点群体 拓宽就业渠道鼓励创业打通求职就业读点精准开展重点群体重点这个就业创业的帮扶活动 连日来人社部通过举办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活动为2023届高校毕业生 网界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三支一服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人员提供就业服务 各地人社部门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集中开展线上线下招聘直播代岗宣讲就业指导等活动 多挫并举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我们将持续推进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帮扶专项行动 拓宽高校毕业生获取就业创业政策和招聘岗位信息渠道 今年河北高校毕业生达52.4万人 为让这些年轻人尽快实现就业 河北征集了5.5万个见习岗位 对见习单位按规定给予不超过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见习补贴 对见习后流用率超过50%的还可以适当提高补贴标准 同时完善各类服务举措为毕业生就业创造各种便利 在促进创业方面人社部等八部门日前引发通知 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 完善落实扶持政策优化提供创业服务 通知强调要培育创业主体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创业设计成果落地转化 强化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 引导就业困难人员创办投资少风险小的创业项目 在位于四川南充的川渝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内 工作人员积极为创业群体提供创业培训 跟踪辅导 技术支持等服务促进创业发展 产业园不仅给我们提供免费的场地 还不定期开展行业的一个交流学习会 有助于我们公司更好的发展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今年前十一个月 中国城镇新增就业1145万人 完成1100万人的全年目标任务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达476万人 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达163万人 就业形势基本稳定 家里边小小伙伴们 还有不少在家上网课的吧 上网课咱得好好上 可别偷摸的玩这个玩那个啊 我跟大伙说网络上有很多骗子 专门就盯着单纯的小小伙伴们 河南就有一位十岁的小孩 这小小子就去上当了吗 这个小小伙伴爸妈都出去打工去了 家里边就他跟他姥爷在家 上网课这个事他姥爷不懂啊 他呢自个拿手机就在屋里头上课 小孩咱说他的自制力肯定还是差点 家里边旁边他没人看着 有时候呢他就偷摸的 从网课就转悠到直播上去了 那你要让小孩选 那游戏直播可比上网课有意思多了 是吧 这小小伙伴呢 看上就不乐意走了 更何况人主播那边说了 说他能免费领皮肤 啥皮肤不是咱这个啊 不是我这皮肤不是啊 人家说是这个大概啊 就是游戏里边游戏里人物 穿的那花了胡哨的那个衣服 哎服装啥的可以换 那你要想要好看的或者是厉害的 是吧打架啥武器啥 那玩意你都得花钱买呀 是吧 这个主播呢 就说免费领 小孩一听这心动了 这好啊 然后一步一步按照主播说的 就进了一个QQ群 进群了就好办了 对方也好下手骗了 知道这是个小孩 首先得让他拿着大人的手机 你说这帮骗子多厉害 杠孩子说 哎呀因为你是未成年 怕你手里头没有钱 不是那个那个 家里头都管的都挺严啊 这个二维码啊 小孩可不能扫啊 你得用你大人的手机扫才行的啊 你去吧 管你家大人要下手机 可别说说玩游戏啊 你要说玩游戏 你手机该不给你了 你看看 咱说有的孩子吧 你要让他学习一般 你玩游戏上 那脑瓜老灵活了 除了就找他姥爷来了 姥爷 你手机给我用一下啊 姥爷说用手机干啥呀 你不上网课的吗 是啊 学习用啊 我同学教我写作业啊 一个手机看着不方便来回来去的 得拿手机 老爷听啊 讲题 那得支持 给你吧 好好听着点啊 你别学完以后啥也不会 手机给外孙子拿走了 孩子拿着手机了 QQ学里头有人就跟他视频 教他怎么操作 对 孩子听着啊 用你老爷的手机 对准 我现在发给你的 这二维码 对准了吗 对准 对准了 对准了 扫扫上了吗 扫扫上了 扫上了 那能让人脸识别啊 哦 那就对了 保障你的安全嘛 你把手机拿去 对准你老爷的脸 你去扫去 哈哈 识别一下了 免费皮肤 你就可以拿走了 你说这小孩多天真 啊 真就以为这是到最后一步了 到最后一步了 那差了这不行 不能前功尽弃啊 拿手机找到老爷去了 老爷 来 你冲着手机来 眨眨眨眼睛 哎 点点头 点头 哎 好 他老爷一看 你这干啥呢 这是人脸识别不 哎呀 哈哈 孩子一看 我老爷知道人脸识别呢 那是 啊 那不 你这干啥呀 那我这个学习用吗 同学给我讲题 用一个软件 完了 你要不识别一下 这软件我没法用 他老爷一听 还跟学习有关的东西 也不懂啊 没细问 没说啥 孩子学习大事 整去吧 他也没想到 你说他这外孙子心眼都用到他身上了 啊 等他手机再拿回来 完事了 他老爷工资卡里边 七千多块钱 刷走了 没了 我都能想到我这老人当时得气啥样啊 你这个死孩子你啊 你不好好学习 你鼓的什么游戏你啊 你这钱咋没的 孩子心里指定委屈 他说是免费的啊 没说收钱呢 最后啊 他老爷联系这个直播平台了 也报警了 那希望这个钱吧 还是能要回来啊 哎呀要说孩子啊 你还是太小啊 哪有那么些免费的事啊 人家凭啥免费给你这些 这个那个的 这东西是吧 所以我的小小伙伴们各位啊 都听好喽啊 你们对这个网络的认识 还是非常的浅显 网上有很多不怀好意的人呢 他们就跟他啥嘛呢 专门就挑你们身边大人不在的时候下手 所以说不管是在网上 遇上什么人什么事 尤其是一些来路不明的网址啊 或者来路不明的二维码啥的 一定要跟家里的大人说 你可不能自己偷摸还瞒着大人 还还刷你老爷脸去 那刷脸的是随便能刷的吗 哪有学习软件让刷脸的 但凡跟你说 让你瞒着大人干的事 你就记住咯宝贝 没好事啊 好事不被人 被人没好事 可不能让骗子给咱钻空子了啊 反复咳 痰 喘 喘 可能是肺部受损 肺功能减弱 补强肺功能很重要 养无极牌补肺丸 六百多年的方子 甄选道地中药 蜂蜜古法秘制 补肺益气 止咳平喘 补强肺功能 经常咳 补补肺吧 糖多糖连 补补肺吧 反复喘 补补肺吧 补肺丸 肺部健康品 补强肺功能 肺部有气力 干啥都给你 我是都市频道节目主持人楚军 我是天阳 我是小川 养肺 护肺 从我做起 这些妙招送给你 良好作息很重要 早睡早起 身体好 科学锻炼 有一套 步行游泳 加慢跑 养护肺健康 人人少不了 辽宁都市频道 携手中药补肺丸 城大方圆 国大药房等全省17家 核心连锁 共同举办 爱肺行动第五季公益活动 凡满肢 哮喘 肺气肿 老壳传患者 拨打电话 400 166 4699 报名 就有机会免费领取 价值129元 爱肺礼包 只可贴 南京同仁堂秋梨糕免费送 爱肺行动 健康中国 下面是赛特奥莱 二期两周年庆 互动时间 看个微信平台 大伙的留言 刚才说到催婚这个事 郑哥哥这伙伴给咱们留言 他说 刚哥呀 我从小到大 就喜欢吃我妈做的馄饨 那叫一个好吃 他说催婚跟这有啥关系呢 他说前阵我妈说了 你小子 成天我给你做这个做那 你也不干点正事啊 下回不给你做了 想吃馄饨 拿孙子换 哈哈哈哈 这真是给老妈鼻急了 是吧 哎呀 行啊 以后要是真是有孩子 你就叫小馄饨吧 哈哈哈哈 这咱拿馄饨做要挟啊 这都是父母 没办法的办法了 那我也不知道 你多大年龄啊 适当的 如果真到了适婚年龄 考虑考虑个人问题 你给咱妈的急啥样呢 是吧 有啦 大伙还有啥想落的 微信平台等着你们啊 嗯 看看还有半个月 也不到半个月了 还有一周 就到新的一年了 哎呀妈太快了 是吧 想给自己和家人 添置点新衣服的各位伙伴 可以去王府井西盆山 塞特奥莱去逛一逛 他家从12月31号开始 将迎来塞特二期的两周年庆 这波活动力度非常的大 一年一度的这个庆典活动 又赶上年终碎尾 折扣必须是一将到底 活动期间呢 将推出多款的周年庆 专属折扣 全场三百多家大牌一折起 购物满额还有折上折 同时还有普拉达BV 还有范斯哲 杰尼亚 汤利伯奇一些超多大牌 品牌直营绝对正品 非常的超值 同时呢冬季大牌羽绒服 风衣冬靴等等 这些冬季必备款 还有特供的秒杀架 还有赛特里卡亲朋好友 互赠礼物的好选择 喜欢网上购物的伙伴们 还可以在赛特奥莱的 线上商城选购 商场直营放心选 安心购 每天都有新秒杀 让大伙足不出户 就能够买到超高品质的商品 关注沈阳赛特奥莱公众号 点击菜单来 微商城即可享受正品大牌门店指导家 来赛特奥莱市内购物加上市外东景 购物休闲两不务 2月31号赛特27两周年庆等你来 地址就在沈阳市浑南区的双原路36号 刚才说了在这个新冠病毒的治疗当中 医生对老年人的这个诊疗过程 要比青壮年的患者时间要长 那么老年人等等这些个重点人群 该去怎么重点保障呢 专家表示了 说目前呢是包括新冠在内的感染性疾病的高发季节 家庭内要加强对老人 尤其是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的健康监测 有异常情况要及时就医 多种因素呢引起了我们现在来说 总体来说大家看到的重症的比例呢是比较高的 那在这里面呢我想提醒一下家人 还包括我们独居的老年朋友 在家里呢一旦出现了发热呀或者出现了新冠的感染呢 一定要加强监测 特别是家人的加强这种监测 因为老年朋友呢他相对年轻人呢他反应的呢可能不是这么明显 比如说他已经体温高了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发烧了 另外呢新冠我们叫做有的老年朋友叫做沉默性低啊 大家觉得他的呼吸的状态似乎还可以哈 还是挺平稳的 但是养饱和度呢可能已经是比较低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特别想提醒一下 特别是我们的这些失智啊 失能的老年朋友的陪护的家人 一定要监测他的体温 心率脉搏 还有外周血氧饱和度的一个变化 那如果这几项的指标都相对来说 出要比较稳定的状态就没有关系 那比较出现特别是血氧饱和度下降 要去及时的去就诊 这样的话就诊的越早呢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诊的成功率呢也就越大 比如说他的吃饭怎么样 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进食 另外一个呢大小便的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尿使劲 有没有这种小便量明显的减少 另外一个呢就是精神状态和神志状态 这个呢是特别重要的 因为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他不能够表达自己的不适 但是如果他出现明显的失睡 那出现了我们叫定向力的障碍不认人了 或者是说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了 说一些话呢他的逻辑不太好 那这种情况呢都是一些危险的信号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我觉得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还是特别需要关注的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一旦罹患新冠感染之后 他的症状呢持续或者是甚至是加重 就刚才我说的他的发热呀 咳嗽呀呼吸困难呀 包括他的一般状态呀精神状态呀 这些情况出现了我们的明显的加重 这个呢是要去就诊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出现了一些新的异常 新的一个异常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本来没有呼吸困难 现在出现了呼吸困难 原来呢的话肢体活动都挺好 现在出现了特别是突然出现的一侧肢体不好 另外一个呢就出现了严重的这种精神状态的异常 专家特别提醒大家老年人由于自身情况不同 发生重症的比例也有所差异 比如是否有基础疾病是否接种新冠疫苗 年龄是否大于80岁等 对于有基础疾病没有接种疫苗80岁以上的这部分老年人 观察指标的时候就要更加细心 他们更需要及时就诊 专家特别提醒大伙 老年人由于自身的情况不同 发生重症的比例也有所差异 你比如说是不是有基础疾病 是不是接种新冠疫苗了 年龄是不是大于80岁等等 对于有基础疾病没有接种疫苗80岁以上的这部分老年人 观察指标的时候就要更加的细心 他们更需要及时的就诊 最近两天云南楚雄某一个派出所接到了反诈中心的指令 说辖区内有一个女性疑似正在遭遇诈骗 请民警赶紧去看看 民警那不敢怠慢 赶紧到达现场 到了以后经过了解得知 说双方确实有这么有事通话二十多分钟 但是最后由于语言不同 这女伙伴听不懂对方说的话 就听了对方说冻结这类的词 也没向对方转账 估计是给骗子也气得够呛 都得崩溃了 提醒各位伙伴们 骗术怎么变 不轻易向陌生人转账最关键 最后还是提醒大家上抖音快手 关注咱们新闻正前方 在这俩APP搜索新闻正前方五个字 关注上就可以了 认准蓝威标志 更多新闻资讯 大家可以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 好了 今天咱们就先落到这儿 明天晚上五点整 楚军跟大伙接着落 你家就是我的家 心就笼笼飘雪花 小伙伴们爱说话 你家就是我的家 好 好